你可能还记得18年前导演李安拍摄的国片《饮食男女》 而在18年后同一位监制徐力工找来另外一位导演曹瑞源 打造新版的《饮食男女》好远又好近 这一次是用素菜来表现虽然平淡 但是很有味道的爱情跟亲情 相隔18年新版的《饮食男女》好远又好近 这一回是以素菜串起爱情和亲情 这部电影是描述曾江饰演的大厨 因为罹患阿萨海默症决心收掉蔬食餐厅 她的女儿为此苦恼不已 还得面对和男友之间的问题 偏偏男友的大妈一直撮合两个人的婚事 让事情越演越烈 也意外透过食物牵起了一段跨越50年的恋情 刻骨铭心的爱就跟自己记忆中的味道一样 不可能忘记 我想借助于这个电影 不但让老年人珍惜他自己的生命 更让年轻人了解到老年人 他们心里所怀有的一些往事的回忆 1994年徐蒂公和李安合作《饮食男女》 成为华语经典电影之一 18年后徐蒂公找来导演曹瑞源 打造新版的《饮食男女》 希望在这个讲求物欲追求感官的时代 用素食带出人与人之间最平淡又最有味道的感情 同样都是《饮食男女》 同样都是徐蒂公监制 导演曹瑞源坦承 不免被拿来跟李安相比 我只能说两部片子可以在不同的时代 可以互相的回应 因为在不同的时代 他有一些不同的家庭爱情之间那种关系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为了表示支持李安的妻子 李慧嘉也特地从美国回到台湾 为电影站台 新版的《饮食男女》 同样延续以食欲情的理念 但这一回用素食加入现代元素 要拍出不一样的味道 记者综合报道 第二件事